進橋 應徵一間國際大公司行政管理人員的職位 人事部經理見到他的履歷 從中學到大學畢業 他的成績都很優異 所以決定要見他 經理問進橋 那你的學費是不是爸爸替你交的 他說不是 我爸爸已經在我兩歲的時候過了生 學費是媽媽替我交的 他就說你媽媽在做什麼 俊橋當時很尷尬 他說我媽媽是做洗碗的 你媽媽這麼忙 你平時有沒有幫他做家務? 俊橋就說媽媽想我專心讀書 所以不用我做家務 經理想一想, 他說我有個要求 你今晚回去幫你媽媽洗手 然後明天早上再來找我 俊橋就不太明白 但他心想, 洗手而已, 又多難 這次他一定會錄用我的 好了, 俊橋跟媽媽吃完晚飯之後 他就幫媽媽洗手 他媽媽受寵若驚似伸雙手給他 對, 俊橋一看, 他的心很痠 他第一次發現 他媽媽雙手, 沙滿了癢 而且還有傷後 一碰到水就會傷得很痛 接著俊橋幫媽媽洗完雙手之後 就叫媽媽休息一下 而他就進了廚房繼續洗碗 他一邊洗, 一邊哭 眼淚就不停流下來 到第二天早上, 俊橋再去見經理 經理看見他的雙眼都紅了 然後就問他, 怎麼樣? 昨晚幫媽媽洗手之後 有什麼感受? 俊橋就說, 我真的很感謝我媽媽 全靠他, 用他那一對受傷的手 每天這樣洗碗, 幫他交學費 他今天才可以大學畢業 所以, 他真的很感謝他 接著經理就點一下頭, 跟他說 我就是要請一個懂得感恩 懂得體會別人辛苦的人去做管理 恭喜你, 恭喜你, 你已經被取錄了 我是大女兒, 照顧家是我的責任 所以一直以來, 我都很努力地做事 希望給他們最好的生活 不過自從大病之後 我覺得親情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有時間, 我都會盡量陪他們 怎麼樣?你們多久沒牽過媽媽的手? 別想太多了, 快點行動吧